上次柯总召柯建民在我们节目中 他受访的时候谈到时代力量 这次在前瞻基础建设 不管是前面的特别条例跟后面的预算案的时候 他描述的时代力量是 你们的角色 就是说爱表演 一个执政党立院党团的总召 用这样子政治性的口水在描述这件事情 我只能表示尊重 那不过我们实际上时代力量党团在整个前瞻 不管是基础建设条例 还是条例通过以后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我们的立场非常的一致 就是我们赞成投资台湾 但是钱不能乱花 那因此在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就是严审 我们准备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资料 但是不管是在委员会 还是在院会 都被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他们在那边胡闹 他们胡闹他们自己不监督 他们不咨询那也就算了 他们还阻止我们去监督 我们去执行 让我们准备了一堆资料 通通都没有办法问 那因为柯总召他 这些比较空泛的政治口水 其实我没有什么回应的兴趣 我们针对前瞻基础建设条例 我们参与的是院长组织的党团协商 而那个院长组织的党团协商 是全程都有转播的 从早上到下午到晚上 你会发现说有几个key person 他们人没有在现场 因为他们去进行背后所谓的恶鬼协商 恶鬼协商是中国国民党跟民进党 他们自己私下去进行的 你们没有参与 时代力量从头到尾 没有参与